好,這個是一個經驗傳承 不是隨便拍的,讓各位看一下 目前這邊有個解憂號 解憂號從潮機這邊拖過來 不管是由這個吊車機,葉穴漏,拖過來之後 等下解憂號就會從那邊,那邊的本物機把它推,拖走 那我們超速站的話會順道的 把這個吊機留在這一谷,五谷 然後拖後面那個,各位有沒有看後面那個 有個不興奮車廂這個 我們會在等這個解憂號走之後 然後這吊車機會過來,從五谷 然後出那個轉折器,然後再回來拉六谷 所以等一個吊車機的處理,一次處理兩列 這非常聰明的一個做法 那提問給各位來知道 那另外在之前,我有問過前副局長 在上課的時候 我問他說如果像一般車 一般列車 假設這個解憂號是停這邊 然後本物機是在這邊 那我現在把它拖回潮汁機裡 我可不可以從機率出來的 吊車機直接進五谷,就是像解憂號的這個 五谷的地方連掛 它是說可以的 用類似掩護耗置機的概念 掩護耗置機的概念來做直接 過來連掛 這個方式很特殊 但是我那時候有跟前副局長 我剛剛就確認說 你上課講那個是 是不是我所理解的意思 他說對 那我們車站在多年前 也實際有撕出過一次 那實際上會跟 要對你講 我要做這個 直接連掛的動作 然後他也有 照規章 是馬上在車上那邊 就要有那個吊車原司 直接來處理 只是說現在很少這樣做 但是所以會變成 剛剛講這個方式就是 我們假設好的 假設說現在 剛剛那個聰明方法 我們先把它洗掉 我們現在假設這個列車 這樣子 然後他從 從那個南迴縣開過來 然後現在準備 這個就不要 這個故事把它遮住 然後現在要準備拖回去 潮州基地化 我們做法就是說 從潮州基地開來這邊 這個古道 先開進來 開進來之後 等吊車號置機 吊車號置建立之後 變成吊車模式之後 才能夠過去 出去那個轉車器 相關的幾個轉車器 那邊要有人 要有人手動處理 要轉這手 然後再過來到這邊 然後再做連掛 那邊連掛手的動作 這是標準的一個吊車的動作 再講一次喔 假設這個列車 是已經從南迴縣過來的 啊 沒有這個車頭 因為南迴縣過來的時候 也是這邊有個車頭嘛 等吊機 不是這個吊機 那現在回去的時候 不能用推的 不用推的 因為推的它有它限制 一些規章上的限制 要有人在前面引導啊 要有人要限速啊 那我們這邊又很複雜的話 推太遠很難 所以正確吊車是從那邊 朝機再叫一個吊車機 等於是車頭過來 到這邊停 好 那等 行車式 按下那個吊車模式之後 它才能夠過去 一樣出轉熱器 然後轉去這邊舒服 搬轉好之後 然後再引導過來 連掛 連掛 才能夠把這整列給拖走這樣 好 這是標準的動作 那跟我們剛剛所講 那個很聰明的做法 它其實也是照 也是不是說很很取巧 不是喔 是因為它 這個 基地這邊很聰明的做法 是說 我們現在 這個車 解游號 我再講一次解游號 就一開始影片講的 它現在 出來 出來的時候是由這個調機 當時是掛好的 這樣 從那邊拖出來之後 那解游號是往 從訪寮開始營運嘛 所以 等一下 訪寮 它要往那邊方向開 釣機 釣車機只負責把它拉這個方向 好 那往那邊開 這邊其實有拖掛一個 不是說拖掛 已經掛好的一個本物的 機車 所以 我的釣車機 好了之後 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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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開 那等這個 9號它走了之後啊 走之後 我這個 這邊就空出來了嘛 這個 就是現在 9號是叫五谷 那等下這個調機 就過去 一樣的 再經過轉向器 再到六谷 就是現在在 畫面後面那個 三維斯B 六谷的地方 再把這個六谷的三維斯B 這個地方給它拖回去齁 我們試著跟各位講齁 這是一個 很聰明的一個做法齁 那 先做個紀錄一下 好 到這邊 拜拜